他这个存那个野生的河鱼啊花莲怎么说呢这个大花莲必须得吃这个头啊咱们来一趟吧 给咱们来一趟啊 来那边吃个鱼肉了行不行啊 来给我挑招大的了 今儿我今儿我请哥们吃点吃点饭 这个大这个大 这家的有十多斤的 看看朋友们啊大花莲 今天咱们个铁窝炖大鱼啊 这两天窝要炖大鱼了 快吃鱼了 咋的抢着了咋的啊 这鱼咋的不是怎么的 不要钱呐呼哈的啊 太便宜了7块钱的大花莲真的确实便宜啊 花了几十元啊七八十块钱吧 然后买了这一条大胖肉鱼也就是大花莲 今天我们搁几个就在这个外面搁大铁锅炖的啊 然后咱们清理一下吧先把这鱼鱼给它去掉 今天的设备不是那么太专业啊 但是依旧不影响你处理这条鱼 对啊非常地道 去除鱼塞啊抠出内脏 这个鱼的内脏里面这黑膜是比较腥的啊 必须出去干净 咱们现在用清水啊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咱们今天就用马上进锅 来个大胖头大花莲炖大豆腐 加上东北的大白菜 有可能再放点粉条的啊 铁锅炖大鱼洗锅烧油了 下入葱姜大蒜十三香 下入我们的干辣椒 下入农家酱爆锅 咱们做这个鱼必须使这个农家酱 下入酱油 锅边领入提发出酱酱味 今天我们用的都是木火啊 木火 加入清水 下入啤酒去腥 啤酒也是增香的啊提鲜的 下入蚝油 排糖提鲜 下入老抽上色 现在咱们把这个大鱼下入锅里啊 来了 我马太大了 下入鸡精味精咱们调口 盖锅盖 小火焖入四十分钟即可 起锅 起锅 太有鱼了啊 看一看 铁锅炖大鱼啊 大豆腐猪肉皮还有白菜 出锅了 还有这豆腐啊 加点汤 这豆腐多的鱼都好吃啊 来吧 今天非常简单啊 就是一个大锅菜 来喝点六十度随也挡住来 正好 看这要杯小一杯一两啊 那我们在这个看完要吃大鱼有大鱼啊 要吃各种水果随便吃看看 各位老板啊 都是老板 老板吃好喝好啊 哈哈哈 儿子挑大鱼吃啊 啊你刚才说全是老板 那我来说老板啊 你是你你是小老板 你是后续老板 你是后续老板 你是老板他儿子又花钱的 哈哈哈 来呀 来 那是白药 喝一口 这个 干杯 我也拿小的喝 不是你拿大的行 啊 你证明那酒量好的拿大的 干杯吧 干杯 找一个 那个住院的各位老板都发财啊 大姐满卖新楼 大姐升一新楼通四海啊 裁员茂盛大山江 哈哈哈 日子还比一天强 一天还比一天强啊 干 完了再 天天换新老 我就也做新娘 我当然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天天换新老 也换新老 大姐以后你就把新人照顾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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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能喝吧 来 还稳 咋子 连喝还没有拉来多呢 哈哈 咋子 一会喝这怎么样一会儿 这肯定呀 这个大哥 这点棉 这里的肉皮还是好吃啊 对 再倒啊 我这个 还也 吃个鱼 我吃了啊 吃吧 最尖端的 鱼泡 一块土泡泡 哎呦嘛,这鱼脑子呀 吃,大哥呀 哎呦,每天我买的大猪狗,我就真实 这收拾炖子 这鱼炖的,小天炖的鱼炖的好,一点都不行 我不想,这两个大锅小姐干什么呀 老豆,喝 你们该喝喝,我该吃吃啊 起司 这酒喝的真准臭啊 这酒真准臭啊 这酒真准臭啊 摆着炖的时间太长了,是吧,哥 摆着炖的时间,烂火 你要不时间长,那不行啊 不时间长,那咱就硬 哎呦,贵